据台媒报道 国民党今日上午举行 民进党官员做错事 只有假词 没有反省记者会 这一台行政机构顾问丁一鸣 因五指牛肉面业者 使用来牛请辞指示假词 不到四个月 即回任月薪12万元新台币的顾问 国民党酸 蔡英文曾说过 升官发财请走别路 但事实却是升官发财请走此路 之前因为任意的胡乱指控 牛肉面店使用的是来牛 这样的事件而下台 但是这样的一个下台呢 事实上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假词的动作 短短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他竟然高居顾问的职位 每个月领12万元 那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负起政治责任 现在看起来通通都是假的 我们要问苏貞昌 面对你的爱将 你的爱徒第一名 这样的一个举措 你还要继续包屁吗 你还要让他继续作战顾问 这么高的一个职位上面吗 我要给他一个成语 叫做 一名惊人 太夸张了 他几乎月月出事 时时出包 结果 苏貞昌对他不离不弃 假之后 还给他高官做 真的是一名惊人 但是对照苏貞昌 对于其他官员 不是严厉的责骂 就是请人家打包走路 结果对于丁一鸣 竟然还让他回国 领这么大的高薪 做这么大的官 所以丁一鸣 也是一名惊人 苏貞昌是如此霸道严厉之人 但是丁一鸣三不五十出事 他对于丁一鸣不离不弃 迅速回国 从这件事情 很明显的我们看出来 苏貞昌对丁一鸣 是真爱 如果这不是真爱 什么才是真爱